咱们上期节目啊 聊了聊一套婚房引发的血案 咱们今天说的这案子 依然还是婚房引发的 说的这位主人公 他呀 叫刘明 是江苏无锡人 这刘明呢 从小有三个愿望 第一 在上海读大学 第二 在上海工作 第三 娶一上海姑娘当媳妇 他为什么如此的向往上海呢 第一个上海是大都市 国际化大都市 对吧 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更重要的原因 这跟刘明的父母有关系 刘明呢 80年出生在无锡 他的父亲叫刘辉 母亲叫饶霞 这俩人呢 都是当年从上海到无锡的知青 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吧 一直没机会返回上海 就在无锡安家了 在刘辉夫妇心里啊 上海才是故乡的 所以啊 一再的叮嘱儿子 好好读书啊 以后争取在上海安家落户 实现我们俩 未了的心愿 2002年7月份 这刘明呢 从上海一所重点大学毕业了 在上海一家机械设备公司 找到了工作担任设计助理 一开始年轻人嘛 工资都不多 养活自己啊 都有点费劲 对吧 上海的消费毕竟挺高的 但这刘明啊 特别努力 两年的时间成为了正式的设计师 咱们总说嘛 成家立业 对吧 这业算是立了 家也该成了呀 05年3月份的一天 这刘明的朋友呢 就邀请他去KTV唱歌去 在KTV里边 就认识了上海女孩王莹 王莹啊 落落大方的 长得呢 挺可爱 挺漂亮 这就吸引了刘明 刘明呢 鼓起勇气 就坐到了王莹的身边 跟他就闲聊天呗 散场以后啊 俩人呢 互相就留了联系方式 从那以后 没事就发个短信啊 一来二去的也就熟了 这刘明呢 经常会邀王莹 出来吃吃饭 聊聊天 他觉得王莹 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梦中情人 2005年 圣诞节之前 刘明和王莹 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男女朋友 朋友了 刘明啊 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自个儿的爹和娘了 一听儿子找了个上海女朋友 饶侠 就甭提多高兴了 就嘱咐儿子呀 小明啊 你好好对人家姑娘 可不能委屈了人家啊 可是王莹这边呢 他好些个朋友 不看好刘明 就劝王莹 哎呀 这刘明虽然说工作能力不错 但你们结婚得有地方住啊 他想在上海买房 肯定得贷好多款 你跟着他呀 以后有你的苦头吃呢 你不如找个更好的男孩 但王莹呢 就觉得刘明 人好 对我好 值得托付终身 王莹的母亲 李秀云 一开始啊 也不满意刘明 但是看女儿态度这么坚决 俩人感情这么好 也就同意了 但是提了一个要求 他们家必须在上海 买一套婚房 买婚房这事儿 刘明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在这之后啊 他呢 也为了让女朋友开心 也为了让未来岳父岳母开心呗 一有空 就到王莹家里边帮忙干活 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慢慢的 这王莹的父母就觉得 哎呀 这小伙子是不错 还挺孝顺 也就认可了刘明了 俩人呢 感情是越来越稳定 接下来该考虑结婚了 结婚之前 这买婚房的事儿 可就正式提上日程了 这王莹呢 想在主市区买房 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近 但是啊 上海市区房价多高啊 啊 虽然说那个年代 比现在来说啊 还是便宜不少 但是在当年 也得一万五到两万一平了 要买套一百平米的房子 至少得一两百万 刘明工作时间不长 也没什么积蓄 刘明的父母 苦熬苦夜了一辈子 一分一分攒下来的 一共有六十多万的积蓄 把这钱就都给了儿子 付首付吧 首付款够了 王莹和刘明呢 就四处看房 06年5月12号 徐汇区的一个楼盘开盘了 王莹啊 拉着刘明去选房了 王莹就要求呢 因为这是咱们的婚房 以后除了咱俩住 还得有孩子呀 要是老人帮着带孩子 那咱们这房子的面积 不能太小了 至少得有个一百平米 但当时这个楼盘一平米 是一万八 这就让刘明有点发怵了 总价一百八十万 六十多万是 够付首付了 但以后每个月得还款呢 还款额已经超出了 刘明的承受能力了 从售楼不出来 王莹也知道 刘明啊 不想买这房子 王莹心里边委屈呀 在那巴达巴达 直掉眼泪 刘明也心疼啊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他呀 回去之后就开始打听 怎么样 才能赶紧多赚点钱呢 同事们就说 炒股啊 股票现在多热门啊 哎 你听说了吗 那谁谁谁 准备买房的 把钱的 先不买房了 先放股市里了 哎 人家没多长时间 可又多赚了一套房出来 刘明一听 可就心动了 我这要是拿买房的钱炒股 我赚了钱再买房 我都不用贷款了 要赚的多 哎 除了买房还能买辆车呢 那日子多滋润呢 到时候啊 谁还敢为难我呀 刘明一开始啊 也不敢放进股市太多钱 毕竟太冒险了 拿出来了15万投资股票 哪想到啊 三个月的时间15万就变成了25万 挣了10万呢 尝到甜头之后 把父母给的60多万都放进股市了 眼瞅着股票一天一天蹭蹭涨啊 股票账户上的钱很快就突破了100万 刘明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嘿 再过几天 180万的房算什么呀 可没过多久 这刘明 拿这买房钱炒股的事啊 让爹妈知道了 饶侠呢 就劝儿子 我说小明啊 虽然我们也不懂啊 但我总听人说 这股市啊 变幻莫测 当时呢 股市正好是牛气冲天的时候 炒股的朋友 尤其经历了06年牛市的朋友啊 应该都理解 那个时候 那家伙恨不得人人股民 对吧 刘明呢 就觉得自己的母亲 这是起人忧天 瞎操闲心 可是很快 饶侠的担心呢 就成真了 07年5月30号 国家宣布上调股票交易的印花税 从这件事情开始吧 股市啊 就开始了大震荡 行情的急转直下 刘明当时价值100来万的股票 嘿 没过多久 就剩下15万了 他呢 也不敢把这些事告诉女朋友 告诉家人 只能自个儿一个人忍着熬着呗 接下来的日子里边 刘明只有一个愿望啊 我只要能把我这60万的本钱赚回来就行 我不想赚钱了 那怎么赚呢 他又选择了一个方式 他认为这事有戏呀 干嘛呀 在网络上赌球 把15万从股市里边退了出来 全买了球了 嘿 这玩意儿能让你赢得了啊 没多长时间 15万呢 15块钱都没了 一分不剩 最惨的时候 刘明的银行账户里就剩一块钱 买房是没戏了 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女朋友啊 怎么告诉自己父母这事啊 这是爹妈一辈子的积蓄啊 只能把买房的时间不断的往后拖 网营一提起来 哎呀 先不着急 咱们再等等看 2008年春节的时候 刘明呢 回家过年去了 亲戚朋友们 听说这刘明找了个上海姑娘 马上在上海安家落户买房子了 都羡慕啊 可刘明这时候听不了这些话呀 听了之后 这心里他不是滋味啊 回到上海 转眼就到了刘明承诺买房的时间了 在王莹的逼迫之下 这刘明只能是撒谎了 他说呀 在徐汇区的一个小区 选了一套98平的房子 总价154万 交了一部分定金了 这时候王莹就说 哎 对了 不股市上赚了那么多钱了吗 你把钱全都拿出来买房子吧 面对王莹的要求 刘明可怎么办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王莹跟刘明商量 不股市挣了钱了吗 都取出来卖房吧 刘明呢 就接着撒谎呗 撒谎就是这样啊 你撒了第一个谎了 后边就得用无数个谎去圆第一个谎 他就说呀 这楼盘呢 是我一同事 他叔叔开发的 等我把关系打通之后 可以省下十几万呢 咱这十几万回头买辆车多好啊 再等等吧 王莹一听呢 也当真了 就答应了 又过了两个来月 这王莹啊 感觉这事不对呀 因为最近也老听别人说起来 股票市场怎么怎么暴跌 最近这刘明行为也很古怪 他就有点担心了 就很认真地问刘明 刘明 咱们的房子还买不买啊 你股票真的赚钱了吗 刘明呢 还特别轻松的啊 揉了揉王莹的头就哄他呗 哎呀 我说小莹啊 你别乱想了 一切都没问题的 我同事的叔叔啊 答应给咱们优惠了 很快就能签购房合同了 一周以后 刘明又跟王莹说 那购房合同 我签完了 王莹这颗悬着的心 这才放下来 一转眼 就到了2008年9月10号 这一天呢 是人那个小区交房的日子 一大早 王莹就跟父母约好了 爸 妈 咱们一起去看新房吧 刘明呢 磨磨蹭蹭的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没买呀 带人看谁去去呀 见瞒不下去了 就说 叔叔 阿姨 房子我卖给别人了 赚了40万差价 你们放心吧 我家亲戚啊 帮我订了另一套房 明年三月就交房了 房子一装修好 我就跟小莹 把婚事办了 反正现在也这样了 王莹的父母 尽管不愿意 也不好多说什么 老两口啊 后来就还商量呢 哎呦 你看刘明买房的事儿 接二连三的出岔子 是不是刘明家里边 有什么不愿意跟别人讲的困难呢 这时候一向心疼女儿的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 把老两口的住房卖了 给闺女买房 只要女儿过得好 他们就算租房子住 那也没问题 这未来岳父岳母的决定 让刘明很感动啊 同时他越来越内疚啊 骗了女朋友 骗了未来的岳父母 骗了自个儿的爹和娘 到时候这谎言要被拆穿了 我还怎么做人呢 我怎么面对他们呢 2009年3月22号 离刘明承诺的交房日期还有三天 王莹家的房子呢 也卖掉了 正好王莹母亲的哥哥呀 就全家人都出国了 房子空着 王莹的妈妈呢 就准备一家人 先搬过去住一段时间 等女儿买了房子 到时候再商量呗 当天早上 刘明帮女朋友搬运行李 到了王莹舅舅家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12点了 王莹就提出来 咱们出去吃饭去吧 刘明就说 我还不饿呢 他呀 就一边在那打扫着房间 一边拿话呀 就试探王莹 小莹 昨天 我亲戚给我打电话 房子 可能得晚些时候才能交 王莹这时候 一听刘明这么一说气的呀 之前五次三番的 王莹都选择相信 他尽管心里边有疑问 也不想为难刘明 可是这刘明 一而再再而三的食言呢 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结婚呢 你要不想跟我结 你直说 我绝对不缠着你 何必找理由来骗我呢 刘明这时候是百口莫辩呢 他也不敢说实话呀 这时候王莹啊 哇哇的可就哭起来了 看着女朋友 刘明心里害怕呀 一旦他知道真相了 他的家人知道真相了 我这段感情就算完了呀 就算说王莹能原谅我 他的爹妈能原谅我吗 啊 以后我怎么做人呢 想到这儿 刘明就开始有了极端的想法了 我要失去王莹 我生不如死 与其这样 我不如先弄死他 我再自杀 我俩呀 这也算是殉情了 我俩这也算是来个天长地久 随后这刘明一步步的靠近王莹 慢慢的可就伸出手来了 王莹啊 感觉到刘明靠他越来越近 正准备回头 刘明一下子就掐住了他的脖子 王莹纳闷啊 睁大了眼睛 在那儿也说不出话来 刘明不敢看他 闭着眼使劲地掐着王莹 直到王莹彻底断了气 杀死王莹之后 刘明扑通一下子坐在地上 脑子一片空白呀 正在这时候 王莹的父亲给女儿打电话 刘明不敢接 赶紧把电话挂了 过了一分钟 电话又响起来了 刘明啊 担心王莹的父母赶过来 自己杀人的事就败露了 再者说了 哪怕自己自杀了 他们也会知道 我之前撒了谎了 那我的父母 这多耻辱啊 想到这儿 得了吧 我一不做二不休吧 我把他爹妈也都杀了吧 那么我撒谎的事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过了一会儿啊 王莹的爸爸又把电话打过来了 刘明就接了 他就说 叔叔 盈盈出去买东西了 对了 叔叔 臭油烟机坏了 你过来修一下吧 这王莹的父亲呢 就答应了 说行啊 吃完晚饭就过去 随后 刘明趁着这王莹的父亲还没来的这个空档 去自个住处拿了把水果刀就回来了 晚上九点 王莹的父亲可就进了家门了 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呢 刘明从门后冲过来就捅了他一刀 等再想反抗的时候 已经没力气了 刘明狠狠的掐住自己这准岳父的脖子 这老爷子一句话没来得及说呢 就死在了刘明的手上 刘明下一个目标 就是准岳母李秀云 他把王莹和准岳父的尸体藏好之后 直奔王莹家 李秀云开门之后 热情的把刘明迎进屋子里边 哎呦 小明啊 快进来 还削了一个离地给他 刘明自个心里边也想 这几年呢 我这准岳母啊 真是拿我当亲生儿子似的那么看待 刘明怎么也下不了手 最终离开了 接下来几天呢 李秀云一直联系不上闺女 联系不上老伴 他还问刘明呢 小明啊 怎么盈盈电话也不接 你叔叔电话也不接呀 哦 我叔叔腿受伤了 盈盈在医院照顾他呢 李秀云一听 更担心了呀 就坚持要去医院看看 都让刘明给阻挡住了 之后的几天呢 刘明呢 天天去超市 买空气清新剂回来 就在藏着尸体的房间里边玩了命的喷 除此之外 还天天去王家老房子 帮着李秀云打包东西 不过他随身携带的包里 一直藏着一把菜刀 每一回李秀云 问起王莹父子俩 他都说 叔叔住院了 盈盈在医院照顾他呢 过了好几天 李秀云他也不是傻子呀 他也意识到不对了呀 坚决让刘明带他去医院 事已至此 刘明决定啊 哼 我杀了你吧 抄起来菜刀 就残忍的把李秀云砍死了 杀害了女友一家 刘明感觉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准备自杀结束自己生命 在自杀之前 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饶霞不知道儿子犯下什么事了呀 电话里边还一个劲的嘱咐他呢 小明啊 你抽个时间带盈盈回来 亲戚朋友都想见见他呢 你结婚用的被褥枕套 妈都准备好了 刘明 这听着电话里边 自己母亲的这些话 眼泪啪啪的往下掉啊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是舍不得父母啊 还是贪生怕死啊 又放弃自杀了 开始东躲西藏 这事发生之后 咱们再来说 王盈的舅舅就去国外的那一位 打电话给姐姐姐夫没人接 给王盈也打不通 就感觉这事不对劲 赶紧就回国了 结果 在自己的房子里 发现了姐夫和侄女的尸体 这王盈的舅舅啊 立刻向公安机关报案了 接下来又在两名被害人的户籍所在地 也就是王盈的家里 发现了李秀云的尸体 警方通过侦查 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刘明 并且很快将刘明抓获 这刘明作案之后啊 其实一直没跑远 就一直守在王盈家附近的 2009年7月3号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以刘明涉嫌故意杀人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 2009年11月12号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此案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刘明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0年2月份 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之后 刘明被执行死刑 我正好这两天呢 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啊 看到了杨瑞喜的庭审纪录片 所以在一想 也没给大伙讲过杨瑞喜案呢 今天呢 就给大伙来讲讲啊 杨瑞喜案 关注度 话题讨论度都非常的高 因为他在2012年的时候 曾经在两个多小时之内 连杀了六个人 这六名被害人 最大的84岁 最小的19岁 他为什么要杀这些人呢 咱们从头来说 1966年 杨瑞喜出生在北京市平谷区 大玉瑟村 他们家呢 一共是五个孩子 杨瑞喜是家里最小的 杨瑞喜的姐姐 说杨瑞喜啊 从小呢 就不爱说话 特别的内向 上小学的时候 杨瑞喜就总是一个人上学 放学 同学们在一块玩 他呢 也不跟同学们一块玩 在旁边看着 同学们踢球 哎 也是站在边上 不参与 杨瑞喜小时候啊 个子矮 所以总受同学的欺负 杨瑞喜因为又瘦又小 所以呢 也不敢还嘴 更不敢还手 在家里边呢 他们家的教育方式又是那种特别传统的啊 就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 动不动 非打击嘛 孩子们一淘气 哪抓过来就是一顿打呀 他在十四岁那年呢 闯了点祸 他的父亲呢 气急了 把他就绑起来 然后用棍子在那大 杨瑞喜也反抗不了 就那么冷冰冰的看着他的父亲 杨瑞喜感觉很恐惧 被打完之后 杨瑞喜也不说话 问他错了吗 不吭声 你认不认错 不吭声 一整天没说话 从那以后离家出走 可就成为了他反抗父母的方式 因为十四五岁 正好也是叛逆的年纪嘛 有一回呀 学校给杨家打电话 说瑞喜没来上学呀 哎呦给家人急的都不行了 瑞喜去哪了呀 别出什么事啊 父母啊 亲人啊 四处去寻找 找来找去就是找不着 正要报警的时候 杨瑞喜呢 却回家了 家人就问他呀 着急呀 瑞喜呀 你去哪了呀 杨瑞喜就说 我没去哪 在山洞里边住了两天 随后甭管怎么问他 一句话也不说了 杨瑞喜从小到大 因为父母管教比较严 所以对家人的充满了敌意 他说了 我觉得我爸妈对我不好 所以我和父母比较疏远 父亲去世之前 在医院里边住院 杨瑞喜一点担心都没有 直往医院 看过一次 杨瑞喜呀 到后来就认为 我什么时候结了婚了 娶了老婆了 那么我的幸福生活就开始了 可是他的感情生活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上中学的时候 他喜欢上了班上的一个女同学 打算跟人家表白 结果让人女方的家人 痛打一顿 打得跟彩过似的 也是上学的时候 人哪个家长也不同意 自己闺女谈恋爱 杨瑞喜的家人就记得 那一天杨瑞喜回到家之后 一言不发 一个字也不说 只是在那乱砸东西 看什么不顺眼就砸什么 他从小到大 因为这种极度的内向 所以当他的情绪 到达愤怒顶点的时候 他的情绪是控制不住的 所以他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行为 到了杨瑞喜二十岁那年的时候 杨瑞喜的家人 发现了杨瑞喜的不对劲 说杨瑞喜的眼睛 总是直勾勾的就盯住一个地方 然后嘴里嘟嘟囔囔的自言自语 也不知道说什么 并且还老是莫名其妙的发脾气 到了1988年 这一年杨瑞喜已经22岁了 有一个女孩走进了她的生活 这个女孩叫杨美玲 是外村的女孩 杨美玲算是彻底改变了杨瑞喜 跟家人冷漠的关系 杨瑞喜见着杨美玲之后 俩人谈上恋爱之后 她就说了 我呀算是找到家人了 他们认识不久 互相看着都不错啊 就决定结婚 结婚当天 杨美玲就跟她说 瑞喜啊 咱们白手起家从头过 将来啊 咱也能住上四合院 结婚之后 仅仅四个月 杨瑞喜毅然决然的 就跟父母分了家 搬出来单过了 有杨美玲对她的激励 又有杨美玲的照顾 杨瑞喜啊 感觉干什么事啊 都浑身充满了劲头 一开始 俩人就靠一辆四轮车 给工地拉砖啊 拉沙土啊 拉石头啊 天不亮 梁口子就走了 工地上的活啊 杨瑞喜从来舍不得让妻子沾手 甭管是搬砖还是产沙子 全是她一个人干 1990年 24岁这一年 小梁口也算是攒了点钱了 所以就在村子东头 开了一个富食店 他在开富食店之前呢 村子里边只有一个小卖店 是开在村西头的张棍家开的 正好这杨瑞喜家的小卖店一开 东头一个西头一个 这两家的生意呢 都非常的红火 杨家对面啊 住着一邻居 这邻居呢 叫赵顺 农闲的时候呢 就经常跟村子里边的人呢 在外边打打牌 聊聊天 据赵顺说呀 小青啊 不爱参与我们这个 就是开个四轮车 进货搬货 忙他的买卖 小青是谁呢 就是杨瑞喜 杨瑞喜的小名叫小青 在外人看来啊 杨瑞喜是少言寡语 冷冰冰的 可是杨瑞喜在妻子杨美玲的眼里 那是个热心肠 说这么一件事吧 他们有一邻居 家里边呢 是俩老人 很困难 两个儿子呀 都去蹲监狱了 没钱盖房子 后来老太太呢 到杨家窟 杨瑞喜两口子 当时虽然日子 在村子里边算过得不错 但也不是大富大贵呀 杨瑞喜立刻就让妻子 给老人拿了一万块钱 十多年的婚姻里边 杨美玲对于杨瑞喜的印象 就是热心肠 能干老实踏实 杨美玲认为啊 杨瑞喜的性格 没有什么不好的 是 直到1993年 腊月的时候 杨美玲才发现 杨瑞喜性格深处 确实是有让他接受不了的地方 这一天呢 杨瑞喜从张棍家跑回来 杨瑞喜的脸上有个大手印子 杨瑞喜一回来呀 就冲妻子大吼大叫 说被张棍打了 杨美玲一听 为什么呀 就不停的劝杨瑞喜 可是杨瑞喜呢 满脸通红 拿起东西 一顿乱砸 瞪着眼在那生气 后来也不说话 事后杨美玲才知道 事情啊 是因为双方生意往来的时候 涉及到200块钱的烟酒钱 张棍说杨瑞喜欠他200块钱没给 就因为这200块钱俩人起了争执 张棍就给了他一巴掌 那么杨瑞喜他接受不了啊 杨瑞喜说了 跟陌生人打我不一样 一个村子里边的人打我呀 都在村里混 让我多没面子呀 杨美玲正是从这件事情上 认为杨瑞喜啊 确实性格上有缺陷 在外面的时候呢 让人家欺负了不敢吭声 回到家之后 在那发了疯似的又喊又杂 并且往往这时候 你拦也没用 劝也没用 杨瑞喜是一点理智都没有的 后来呀 杨瑞喜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夫妻俩的生活 2000年的时候 杨瑞喜呢 这一天出门进货 杨美玲一个人呢 在家打理生意 村子里有一个人叫刘凯 这刘凯呢 当时是村子里边的知书 刘凯啊 经常来光顾这个生意 跟杨美玲之间 确实没什么事 但是啊 村子里边风言风语的 可就传进了杨瑞喜的耳朵了 他就拿着刀 去找刘凯 结果又让刘凯给打了 杨瑞喜打不过人家呀 这次冲突过后 杨瑞喜让刘凯打得满脸是血 跑回家之后也不进屋 爬上了自己家的房顶子 在那又骂又哭又喊 从那以后 杨瑞喜的变化 让杨美玲感到害怕 只要杨瑞喜在家的时候 屋子里边的冰箱啊 洗衣机啊 全都摆在院子里边 杨瑞喜呢 用几个油桶把门顶住 家里边的窗户也都被钉死了 并且他跟杨美玲说 我不能再让你和孩子受伤害了 但是这一次打架的时候啊 不仅是刘凯把他打了 他伤害刘凯 伤害的更严重 用刀把刘凯给扎伤了 最终杨瑞喜被判处十个月的有期徒刑 刑满释放之后 杨瑞喜啊 又遭受了新的打击 他呢 也有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变化 而他的这种变化 就为后面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那么最终 他为什么要杀害那六名受害人 杨瑞喜这得进去蹲监狱了 那么这红火的小卖店 也干不下去了 杨美龄呢 也对杨瑞喜感到失望 并且啊 这几年他感觉杨瑞喜的变化 让他时时刻刻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 他生怕哪一天杨瑞喜理智丧失之后 会连自己和孩子也伤害 所以呢 他就向看守所里的杨瑞喜提出了离婚 杨瑞喜出狱之后 把大狱子村的房子呀 店啊 就都卖了 可以说是带着满腔的仇恨 就离开了老家了 对于当年那十个月的判决 杨瑞喜到死都不认可 他说了 那判决我不认可 我也不想上诉 我心里边我就记着这筹就得了 那么十多年了 他都忘不掉当年那些事情吗 他说了 我忘不了 那是我的耻辱 离开老家的杨瑞喜呀 靠给人运送饲料 拉脚活 哎 在那过活着 挣了些钱之后呢 还在平谷城区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呢 到了2006年 杨瑞喜认识了平谷北独乐河村的村民薛静 薛静啊 比杨瑞喜大一岁 薛静说了 当时呢 就想赶紧找个依靠 能对我好 也就得了 第一次见面啊 薛静没看上杨瑞喜 他说杨瑞喜个头不高 留个寸头 身上穿着一件旧夹克 但是薛静跟前夫离婚 就是因为前夫搞外遇 薛静觉得杨瑞喜看着老实芭蕉 肯定不会辜负他 2006年冬天 薛静啊 就跟杨瑞喜结婚了 那么九席呢 是在薛静的弟弟薛强家里办的 别看办了九席 算是有了婚礼了 不过啊 俩人没领结婚证 据薛强说呀 我们呢 对他都挺好的 我姐一家人来我家 我爸妈一看姑爷来了 哪回都赶紧给包饺子 起初呢 薛强也觉得 这个姐夫不错 有房子还挺能干 但是不久之后 薛静不断的在电话里面告诉薛强说 杨瑞喜经常在家打他 薛静告诉弟弟说 俩人过日子呀 杨瑞喜一分钱也不给薛静 还要求薛静买菜买米的时候必须记账 回来之后要向他一一汇报 有一分钱对不上 轻的是破口大骂 重的那就是动手打人 最终薛静忍无可忍 就多次向杨瑞喜提出分手 但是得到的都是杨瑞喜的恐吓 杨瑞喜说了 你要赶走 我就把你侄女给宰了 我把你弟弟我拿炸药给崩了 2009年 薛静实在受不了了 趁着杨瑞喜不在家 从家里呢就搬了出来 再之后薛静呢 就到平谷的一个市场 开始卖起了麻辣汤 杨瑞喜后来找过来了 不断的找他的麻烦 只要一到了薛静的摊子那 先是白吃白喝 然后就是大喊大骂 再之后就是乱摔东西 把所有顾客都吓唬走为止 据市场的其他的摊贩证实 说薛静的男人呢 老来找他 总是找麻烦 还经常大听薛静的住处 2010年的一天 薛强接到了姐姐的电话 强子 你快来呀 杨瑞喜拿着刀载我来了 薛强一听 赶紧就赶到了姐姐的 那麻辣烫的摊子上 警察当时已经到场了 薛强没看见杨瑞喜 带着刀 但是啊 他还是当面斥责了杨瑞喜 薛强呢 就跟杨瑞喜说 你们都分手了 为什么还来骚扰我姐呀 一边说着 一边推了他两把 推了两把 但是没动手打 可就这两把 让这杨瑞喜呀 就深深的记在心里了 就跟20年前 张棍打的他那一巴掌 是一模一样 2012年8月17号 早上7点左右 杨瑞喜的理智啊 那是荡然无存 带着三把尖刀 开着摩托车 在平谷区 四季报复杀人 当天上午9点左右 杨瑞喜来到平谷区 北独乐河村薛强的住处 打算把薛强给杀了 可因为薛强不在 杨瑞喜的报复对象 就变成了薛强19岁的女儿小薛 杨瑞喜冲进去之后 跟小薛二话不说 拿着刀子 就猛刺小薛的胸腹四肢 当时呢 小薛的同学 在家里边跟小薛一块玩呢 杨瑞喜怕事情暴露 又拿刀子 把小薛的同学也给杀了 当天11点左右 杨瑞喜赶到大狱子村 打算把当时打过 他一巴掌的张柜 还有当时打过他的刘凯都杀了 当他走到这个村子 一家五金建材商店北边的时候 正好碰上刘凯路过这 于是拿着刀子捅了刘凯凯几刀 随后呢 又赶到了张贵经营的振兴超市里面 拿着刀子捅了张贵几刀 因为有动静啊 张贵的父亲张贵的妻子听到了 都过来劝阻 他又拿着刀残忍的杀害了张贵的父亲和妻子 最终这六个人呢 都因为失血性休克死亡 2013年4月1号上午 北京市二中院通报 杨瑞喜被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 2013年4月23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 受害人的家属啊 也都赶到了庭审现场 对杨瑞喜呢 是展开了声泪俱下的控诉 可是杨瑞喜啊 一点悔恨都没有 反而在法庭之上 那是阵阵有词 现在咱们大家通过各个平台 能看到的杨瑞喜庭审纪录片啊 就是来自于当天的公开庭审 那么在那一天杨瑞喜 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 咱们呢 来听听实况录音 案发这天是哪天 827 哪年 2012年 你出门时候带什么兴器了吗 出门捡脑 带了几把捡脑 三把 你是步行的呢 还是携带交通工具 去的加零七零 摩托 摩托车是吧 之后你去哪了 之后我就直接上学生和家了 为什么要杀薛怡啊 上他们家中车去了 竟杀他 没有刘畅跑 我不会走的 是不是 来一个摩 再一个 扎了大约体道 特有网 薛怡当时是在屋里头吗 还是在院子里头 在窗上 你扎完他以后 他一直在床呢 等他回来 他就是走出来了 走到院子里 倒地了 那个薛怡的同学刘畅 你当时认识吗 之前认识吗 不认识 那你对他有什么新闻 我就不想再跟他废话了 还开门一楼 我一开门一楼 我就急了 我没加思索的就给力道 你为什么在安法之前 也想到把这个人要杀 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过程 这就是说 学生哥把我欺负的 就说是没有坑路了 是吧 我要下地狱 就得拽一帮人 全下地狱 你现在怎么想的 没有啥想法 市长 公主人的新闻暂时到此 那么法庭开始问你几个问题 杨润席 你要如实回答 好吧 你想杀人的念头 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枪力的想法 也就是说是 啥你签半个月吧 鉴定意见 被鉴定人杨润席 诊断为人格障碍 实施违法行为时 辨认控制能力存在 评定为完全行使责任能力 省办长 甘分鉴定意见 出示完毕 认证吗 你认证你的行为 过程不许杀人证吗 应该 没有是吧 不做辩护 我们请求法庭关注是 他存在了一种人格障碍 而且在这个鉴定书里面 所表现的是一种 被德性人格障碍 这种人格障碍的核心 就是缺乏自我控制能力 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 对他谅行的时候 应该考虑到这个因素 首先是辩护人提到了 关于人格障碍的问题 那么公司人当情出世的 相关的司法精神命天的意见 结论已经非常明确了 被告人杨瑞席 具有完全的行使责任能力 就是指被告人杨瑞席 在行为时 他具有完备的辨认和控制能力 这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关于人格障碍 或许他的形成 形成的原因很复杂 或许跟被告人的性格等等 都有关系 这个关系其实表现出来 恰恰是被告人杨瑞席 在主观方面 他的主观恶性 比一般的犯罪人 主观恶性都要深 那么同时也反映出 他本人的人身威胁性更大 鉴定结论里头 也阐明了这一点 那么这与精神病无关 也更与行使责任能力无关 最终啊 2013年7月份 杨瑞席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2015年12月3号 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杨瑞席验明正身之后 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随着杨瑞席死刑的执行 这起案子应该说是啊 得到了一个完满的结局 但是六名被害人再也复活不了了 六个家庭就这样毁灭了 杨瑞席案发生之后啊 很多朋友啊 对杨瑞席都表示出了同情啊 这跟他从小到大的经历有关 但是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说 杨瑞席真的经历过哪些 我们普通人所承受不住的打击 所承受不了的挫折吗 从小父母严加管教 我们又有多少人 也是在这种严加管教的家庭氛围之中成长起来的呢 从小被很多同学 被很多外人欺负过 那么我们又有多少人从小有过被欺负的经历呢 但是又有多少人最终走上了这条绝路呢 所以啊 既有外因的因素啊 也有他自身的因素 咱们从杨瑞席的个人成长经历来看 他内心深处呢 一直是被几件琐事给困扰着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他心理上的这种负能量 或者我们之前经常会说这是心理垃圾 就一直堆在杨瑞席的心里 他始终是扔不掉 直到这种负面的情绪不断的累积 就导致了他最终的偏执和犯罪 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到各种各样的挫折 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委屈 那么当心理上已经承受了极大压力的时候 我们应该想到的是如何解决问题啊 首先就得学会向他人倾诉自己的这种不愉快 能够想办法把这种压力及时的排解出来 如果和别人发生了矛盾了 我们在恨对方的同时 是不是也冷静的想一想 在这件事情当中 在这样一个紧张的关系之中 自己有没有问题 自己有没有错误呢 如果自己有错误 我们是不是应该审视 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如果自己没错误 就是对方欺负 就是一味的对方的错误 那么我们也要冷静的想想 我们怎样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 来维护我们的自身的权益 无论杨瑞喜之前经历了什么 仅仅从他杀害薛强的女儿小薛 以及小薛的同学 同时又杀害了无辜的张柜的妻子 张柜的父亲这件事情来看 没有任何替他洗白的余地 行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赤丰碎尸案 2013年2月5号 这距离春节呀 已经特别近了 就还有五天的时间 赤丰市 有一位崔先生 到西城菜市场 给自己的拜靶子兄弟去送货去了 到了菜市场啊 突然有点内急 那这太正常不过了 对吧 不过呢 厕所那儿 人几人的排不上队 他呢又实在忍不了了 看见附近呢 有个废弃的旧房子 他就准备我到这里边 解决一下就得了 这处小平房啊 早就被周围的人呐 来来往往的人呐 当成露天厕所了 他呀 翻进了这房子之后 哎 就看见这墙角边上 立着两个编织袋 鼓鼓囊囊的 这老崔好奇呀 去看看去吧 等靠近了那袋子 用手这么一摸 哎呦 这什么呀 是谁家冻的白萝卜呀 还是买的年货啊 怎么放这儿了呀 他呢 好奇呀 看看吧 万一要什么好东西 要没人要 我还能拿走呢呀 打开了其中一个编织袋 袋子口 这一敞开 往里这么一看 哎呦 老崔呀 当时就被惊呆了 袋子里边呢 是两只手 不过老崔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这是真人的手 因为白白的啊 干不拉擦的 老崔就以为是那种模型的啊 这卖衣服的那种塑料模型的手 他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也解决完了 就出去吧 可一出去越想越不对劲啊 哎 这也不像是塑料的呀 又反回来 仔细的看了看 这一看 货 真人的 这是一具尸体 这可把老崔吓得 赶紧打了110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之后 赤丰市洪山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刑警们 就来到了现场了 到现场这么一看呢 两个编织袋里都是人的碎尸 有人的一部分躯干 尸体明显是被肢解掉的 两个袋子来回找都没找到死者的头颅脑袋 不在这里边 法医在现场这么一查 死者是一名女性 年龄呢 40岁左右 死亡时间应该是七八天左右 那么死的到底是谁呀 怎么确定师缘呢 在现场找来找去 没有找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物品 没有头颅 不知道长什么模样 没有死者的任何身份信息 该怎么找他的身份呢 并且 抛尸的这个地方啊 还比较特殊 菜市场啊 流动人口很多 腊月25那天 好些个在这打工的人 外地的人都回老家过年去了 所以确定师缘很困难 很可能这凶手啊 也随着返乡的人群早就离开赤峰了 这红山区西城菜市场 是赤峰市最大的蔬菜水果批发市场之一 每天来这儿进货卖货的得上万人 那么这处平房呢 废弃挺长时间了 在菜市场西边的一个胡同里 民警就纳闷啊 一般杀人抛尸 都是把尸体扔到荒山老林 最起码是荒郊野外 像咱们前两天讲的 那高速抛尸案对吧 就是扔到荒郊野外啊 这人怎么把尸体抛到市中心来了呀 难道这凶杀案就发生在这儿吗 但是看现场的痕迹吧 没有打斗痕迹 没有血迹 也就是说 这间平房就是抛尸地点 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民警呢 结合种种线索啊 结合种种现场的痕迹 就分析出来 这嫌疑人应该是用手拎着编织袋进行抛尸的 那么他就走不了特别远 作案的第一现场应该就在抛尸现场附近 警方啊 就以这现场为中心 展开了大范围的摸牌走访工作 同时呢 还派出了一组民警 在这平房周围寻找嫌疑人留下的作案工具 与此同时还发放了三千份征集案件线索的通告 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各大媒体公开发布出去 案发第二天 这排查搜索工作就有发现了 有一组民警呢 在一个垃圾点呢 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把这塑料袋一打开 袋子里边有秋衣秋裤 还有一条长裤 这都是男士的 同时还有一条围巾是带着血的 这是女性用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生活垃圾 法医得到消息 立刻赶到现场 对塑料袋里的物品进行初步检验 最主要的 就是对那围巾上的血进行检验 看是不是人血 经过技术比对 果不其然 衣服上包括围巾上的血 就是人血 那这垃圾袋是谁扔的呀 各位 您别忘了 这垃圾袋里 除了这衣物之外 还有生活垃圾呢 在这垃圾里边 发现了一个酸菜的塑料包装袋 品牌呢 就是宋大姐牌的 宋大姐酸菜 既然这个酸菜的包装袋 跟那带血的衣服是在一起的 那么这就证明 这酸菜的包装袋 就是从案发第一现场那出来的 这就说明 案发第一现场就在附近 这犯罪嫌疑人应该就在这附近住 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 我给您各位分析一下啊 如果说这个塑料袋里 只有这些带血的衣物 那还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 杀完人之后 远距离抛尸 把这些衣物呢 也一块抛掉 这是有可能的 不过 这里边有生活垃圾啊 有那酸菜袋啊 这就说明这些衣物 是在扔生活垃圾的时候 一起扔掉的 扔生活垃圾 不可能大老远的去扔去吧 您各位平时扔个垃圾 谁也不会走二中里吧 咱们再来说这衣服上的血迹 法医呢 立刻提取了相关血迹 送到了赤丰市公安局鉴定中心 经过DNA检验 这围巾上的血 这DNA和案发现场 尸块上获得的DNA 是相符的 也就是说 这个垃圾袋 的确和这起命案 有着直接的关联 抛尸现场和发现黑色塑料袋的那个垃圾点 直线距离是147米 警方呢 就把抛尸现场和发现塑料袋的这个现场之间画了一条直线 以这条直线为直径画了一个圆圈 那么这个圆圈就应该是第一现场的范围 这个方法相信各位之前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也见过 这是警方常用的划定范围的一个方法 接下来警方还是围绕着这个酸菜的包装袋展开了进一步分析 北方人赤丰基本上跟东北文化差不多吗 有冬天吃酸菜的习惯 如果是赤丰人本地人常住人口 通常呢都是自己买白菜 自己啊拿那坛子自个儿积酸菜 通常只有赞助人口 就是来这打工的啊 来这经商的短时间居住在这的可能才会买酸菜吃 所以警方判断买酸菜这人是赞助人口 不是在这附近常住的 警方呢就安排侦察员按照那酸菜包装袋的出厂日期 寻找同批似的酸菜 看看这批酸菜都在哪出售过 很快在案发现场附近就找到了一家小商店 这家小商店就卖这送大姐牌酸菜 据调查这个品牌的酸菜在当地只有这一家卖 这个小店呢既是小商店也兼营旅店 就楼下卖卖日常百货 楼上呢就是小旅馆 因为这么一个小店买酸菜的也没那么多 所以这小店的老板娘对买酸菜那个人呢 印象挺深 说那是小娘的下午 店里呢来了一女的围着长围巾 买了两袋送大姐牌酸菜 老板娘也说说平时啊到我这买酸菜人真不多 为什么我对她印象深呢 就因为她那围巾呢特别长 临走的时候呢 那围巾还挂在门上了 这老板娘把这个女的送到门口之后 看见这个女的朝着一个胡同就进去了 而那个胡同就是抛尸现场那个平房所处的胡同 那么这个女人是不是受害人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卖酸菜那老板娘啊 说小娘那天有个女人到她家买的这酸菜 为什么对她印象深呢 她也是带着一个长雷巾 那么这女人是不是受害人呢 警方啊分析了一下周边的环境 这条胡同一到晚上没露灯特别的黑 而这儿很可能是这个女人回家的必经之路 她有没有可能是在这儿遭到抢劫了呢 这个女的究竟是谁 据这老板娘说 说这人呢 我知道他男朋友呢 姓郭 这郭某啊 在一个市场里边当搬运工人 差不多一年以前 这个女的跟他男朋友 在我的这小旅馆里边住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至于俩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其实老板娘啊 也说不了那么清楚 俩人一块住啊 自然而然的就认为是男女朋友 那接下来只要找到这郭某 是不是就能查到这个女人的下落查明案件真相呢 警方就把重点放在这郭某身上了 民警呢 把那带写的围巾啊 那照片拿给这老板娘辨认 这老板娘说 哎呦 我就记得他那围巾特别长 具体什么颜色 我还正给忘了 哎 对了 我又想起一事来 这老板娘说呀 这郭某呢 跟一个叫看大嘴的人 关系特别好啊 看就是外边一个门 里边一个勇敢的感 在姓氏里边啊 独看 但是啊 很多姓看的人啊 包括周围有亲戚朋友姓看的 好多呢 都是独看 咱们呢 就还是严格的按照读音标准来看 说这看大嘴呀 在市场里边呢 当这装卸工 这看大嘴知道郭某家住哪 为什么这老板娘知道郭某和看大嘴关系好 因为这俩人呢都欠着这小店老板娘的钱呢 而且俩人都一样欠账不还 他们呢一开始都住在这旅馆里边 后来你总欠着老板娘呢就把他们赶出去了 民警经过调查这看大嘴就了解到这看大嘴呀 跟一个女的一直有暧昧的关系 这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因为现在没办法确定被害人的身份 有可能是郭某的女朋友 也有可能是看大嘴的女朋友啊 那么这郭某跟看大嘴都有可能是本起命案的犯罪嫌疑人 警方对他们进行调查的时候 发现这俩人呢突然都不知所踪了 不知道去哪了 他们的女朋友也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因为是临近春节了 正是菜市场装运旺季 这郭某跟看大嘴这都是装卸工 他们都离开这儿 有钱不挣 这不合成理呀 为了尽快查找线索 民警呢对抛尸现场附近 以及发现垃圾袋的那个地方附近 都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 即使嫌疑人再怎么用心的清理 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呀 可是街道报案的时候是拉月二十五了 距离过年就还五天了 百分之八十多的住户都锁门回老家过年去了 所以第一轮逐门逐户走访下来 没有什么收获 不过呀 负责走访调查的民警 还是反馈回来了一条信息 据附近的居民说 案发前一段时间 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戴着红围巾的女人 频繁的来到一间出租屋 案发之后呢 就见不着这女的了 同时原本居住在这出租屋里的男的也消失了 于是案发之后第三天 民警找到这间出租屋的房东 打算进去看看 打开房门之后 技术人员进行仔细勘验 在墙上就发现刮的大白呀 有那种擦蹭的痕迹 随后民警就问 之前这个房子是谁在租住啊 这房东就说呀 哦 那个租户啊 姓看 哎 也姓看 那么这个姓看的租户跟看大嘴是一个人吗 各位 这个姓氏没有那么多呀 这算是比较少有的一个姓氏啊 会有那么巧合吗 警方啊 在这出租屋里提取到了血迹 与尸块上血迹的DNA 还有那衣物上血迹的DNA 经过比对证实全是同一个人的血迹 据此警方断定 这看某的出租屋就是案发第一现场 这看某跟受害人关系匪浅啊 各位您还记得吗 当时划定范围的时候 这警察是把发现尸体的这个废弃平房 和发现代血迹物的那个垃圾点画了一条直线 以此为直径画了一个圆圈 果不其然 这出租屋就在这个圆圈范围之内 距离那垃圾堆 还有距离那抛尸现场 都是七八十米的距离 经过调查 这看某的老家就是赤丰市砍了沁旗 随后2月7号下午 赤丰市公安局得到消息 这看某就在老家呢 于是当天就把看某抓获了 经过审讯 这看某啊 交代了自己杀人的犯罪事实 这个看某就是那酸菜店老板娘嘴里的看大嘴 随后在看大嘴的指认之下 民警在距离看大嘴出租屋以南五十米的一个废弃的大院里 找到了死者的头颅 经过验证 被害人正是看某的女朋友 于某 事后也证实 去那大姐商店里边买酸菜的 是郭某的女朋友 不是看大嘴的女朋友 当时郭某的女朋友戴的是一条长围巾 咖啡色的 但是老板娘呢 没记清楚那围巾的颜色 一开始啊 就误导了警方 不过呢 这也算是误打误撞 说出来郭某跟那看某关系不错 这才让警方又注意到看某 那您各位可能又有疑问了 那那生活垃圾袋里的那酸菜袋怎么回事呢 这是案发前半个月 看大嘴啊 到老板娘那买的酸菜 作案当天晚上连同带血的衣物 一块就扔出去了 最终啊 就在这个不起眼的酸菜包装袋的指引之下 这起杀人碎尸案顺利告破 那么到底这看大嘴 为什么要杀害女朋友呢 这看大嘴啊 四十七了 家里边呢 有老婆有孩子 原来还被判过刑 因为拐卖妇女罪 刑满释放之后 就到了赤丰西城菜市场 当装卸工人 而余某也就是受害人 四十五岁 离家出走好多年了 跟这看某呢 一直保持着暧昧的关系 按照看大嘴的解释 说因为自己一个人在外边干活 得有个伴儿 有个女人 给自己做饭 照顾自己 这看大嘴跟死者余某啊 就一直保持着这种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余某呢 只要没钱花了 就找看大嘴要钱 后来看大嘴就总觉得 这个女人看中的不是我 她不是喜欢我 她是想从我这身上取钱呢 我成了她的取款机了呀 两年多的时间里 看大嘴给余某一共 差不多有五六万块钱 后来看大嘴啊 实在忍不了了 就躲着这余某 躲了两个多月 到了13年1月14号 这余某呢 突然就来到了看大嘴的这出租屋 以看病为理由 找这看大嘴要钱 看大嘴这一看 哪像有病的呀 啊这家伙看着比我还壮士呢 这时候余某呢 也不藏着掖着了 直接就说 你看这马上快过年了 你得给我弄点钱 我拿回家里边要用 这看大嘴就问呢 要多少钱呢 嗯 给我个五六万吧 好家伙 狮子大开口啊 一下子要五六万 对于看大嘴来说 这是天文数字啊 再者说了 这两年一共给他 可就给了有个五六万了 自己的身家全都给他了 看大嘴呢 自然就拒绝了呀 这一回余某生气了 你要不给我拿钱 我就去公安局 我告你强奸 看大嘴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人 这一下子火气就上来了呀 正好看大嘴也喝了点酒 俩人就打起来了 拿起屋里的稿头 朝着于某的脑袋 可就打过去了呀 打死于某之后 就抛尸在了 那个废弃的平房里 于某没想到的是 自以为天衣无缝 结果没几天 还是被抓着了 咱们今天呢 来说一桩 发生在沈阳康平的凶杀案 这起案件呢 跟一般的凶杀案呢 还是有不同之处 到底哪不一样 哎 您往下听 在沈阳康平 有一个70年出生的人 这人呢 叫陈景吉 到了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不上学了 后来呢 到了参军年龄了 就去当兵了 1991年 复原回家 这时候 满打满算 21岁 回去之后 这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了 所以就在同一年 经别人介绍 就结了婚了 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人们总有个说法啊 成家立业 你光成家不行啊 你得养家呀 你得找工作呀 他呢 就在成交找了一份工作 因为离家远 所以平时一两个月 才回家一次 虽然日子过得挺辛苦 但也算是安安稳稳的 一直到了2000年9月2号 可出了事了 这一天呢 陈景吉回家 正好在路上碰见一熟人 熟人呢 就跟陈景吉说 景吉啊 哎呀 这这事我也不知道 跟你说合适不合适啊 但我总感觉 瞒着你也不好 反正大伙都说你老婆陈书珍哪 有情况了 陈景吉一听 可就急了呗 这怎么着啊 我在外边天天忙死忙活 你在家里边还给我戴绿帽子呀 啊 这合适吗 所以一进了家门 就盘问起了自己的妻子陈书珍 陈书珍呢 一开始啊 也不承认 但问来问去 他知道也瞒不住了 因为确实乡里乡亲的 也都传开了 他就说了 景吉啊 是 我干了对不起你的事了 那男的是谁啊 傅建军 傅建军 整天的纠缠着我 他说我要是不答应他呀 就杀了我们全家 景吉啊 我也不想离开你 我也不想离开孩子 求求你原谅我吧 我不想和他来往 我不想拆散咱们这个家呀 你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 别让他纠缠我了呀 陈景吉一听 这要是别的男的还好说 可是这个男人是傅建军 傅建军在当地 那可了不得 那是出了名的恶霸 傅建军呢 其实并不是康平人 他是齐齐哈尔 龙江县管后乡人 他在老家呀 又有妻子 又有孩子 自己一个人呢 在康平这边 他在当地的蔬菜市场 那是一霸 咱们前一段时间 不是刚讲了菜霸案吗 这个傅建军 基本上就也属于 这一门类里边的 他呢 非常的蛮横 一言不合 那就动手打人 陈景吉别看当过兵 但他本人呢 是胆小怕事那一类的 一说是傅建军 他可犯了仇了 他可不敢上门找麻烦呢 去了之后 让傅建军打一顿 那怎么办呢 于是啊 妻子陈淑珍就跟他说 景吉 要不咱们搬家吧 陈景吉一听 搬家 哪那么好搬呢 我们好不容易 有这么一个家 搬走了去哪住去呀 拿什么盖房子 拿什么买房子呀 所以呢 陈淑珍这一听啊 也就没滋生 确实搬家不容易 陈景吉 在那一根烟 接着一根烟 纠结了半天 这才说 下回啊 他再来了 你别开门 否则 要是再有这种事情 我就打死你 陈淑珍呢 也就答应下来了 其实啊 说回来 陈淑珍没有完完全全的跟陈景吉说实话 陈淑珍和傅建军之间其实已经有了感情了 平时陈景吉不在家 陈淑珍在家里边呢 也寂寞 傅建军呢 没事就过来呢 帮着陈淑珍干干家务活 又能干 又会体贴陈淑珍 再加上陈淑珍家呢 也种点蔬菜 平时啊 娘俩的生活就靠卖菜的这点钱 这傅建军 他不是菜爸吗 他不是收蔬菜的吗 收陈淑珍家蔬菜的价格 就比收别人家的价格 要高出去一大劫子 不过陈淑珍这心里边呢 他也拧巴 一方面跟傅建军有感情 不想跟傅建军就此一刀两断 另一方面也舍不得家庭 也舍不得孩子 陈景吉别看没多大出息 但对自己啊 那还真是不错 陈景吉呢 在家里待上了一两天 又该回去上班去了 可临走之前呢 心里还是不踏实 就找邻居去了 我说兄弟 我媳妇的事呢 你们可能也听说了 这么着 你替我盯着点 如果发现傅建军 又到我家来了 赶紧告诉我 邻居呢 也就答应下来了 行啊 景吉 你放心吧 我给你看着 出不了什么大事 陈景吉交代完了 就上班去了 一直到了10月8号 陈景吉啊 哎 又到了休息的时候了 又回家来了 这一天晚上 到家门口之前 先到了邻居家 兄弟 傅建军 最近来过吗 哎呀 呃 这个 那那什么 兄弟没事 有什么事 你直接跟我说 嗯 来过 陈景吉一听 也没有跟这邻居啊 多废话 直接就进了家门 见着陈淑珍 二话没说 扬起手来 啪就一个大耳光 就打过去了 说吧 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傅建军再来了 不许给他开门 他怎么又来了呢 静吉啊 他不许我跟他断 他说 我要是跟他断了 他就杀了我 杀了我们全家 他真是这么说的 嗯 行啊 既然他想杀咱们 那咱们就先杀了他 把这事彻底解决了 静吉 他人高马大的 怎么杀呀 陈景吉又不说话了 又是掏出烟来 一根续着一根 这时候他在脑子里边啊 就开始酝酿着杀人计划 抽了半天的烟 这计划总算成型了 砰砰砰 把这计划 跟陈淑珍一说 大致呢 就是让陈淑珍呢 把傅建军引诱到家 然后把傅建军给杀了 让谁杀呢 让陈淑珍动手 陈淑珍一听 静吉 杀人犯法呀 再者说了 他那么厉害 我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陈淑珍 这事你可不许推脱啊 你惹的事 你自己解决 到时候只要傅建军 一进屋子 你立马拿刀就扎他 啥这种流氓恶霸 顶多盼上三年 你放心吧 没事 到时候我在门口 不行 我进去帮你 说完之后 这两口子心里边 谁也踏实不下来 这一宿啊 可都没睡觉 到了第二天傍晚 傅建军的电话 主动打过来了 宝贝 怎么着呀 今天晚上啊 我去你家呀 咱俩 潇洒潇洒 陈淑珍一接着电话 明显就犹豫了 他呀 想着推辞 可是 这时候 陈景吉在旁边一瞪眼 陈淑珍呢 也就答应下来了 到了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这傅建军呢 果然来了 这一进屋 可没开灯 傅建军这心里边啊 还在那窃喜呢 嘿 看我这宝贝 肯定是脱了衣服 床上等着我呢呀 我来喽 刚往屋里走了两步 就听见大门咔嚓一声 可就关上了 那么陈淑珍现在在哪呢 就在屋子里边呢 手里啊 拿着一把蒙古刀 但是呢 他太紧张了 所以一直没有下手 这时候 傅建军也看见陈淑珍了 换上拖鞋 就想一把搂住陈淑珍 就该去屋里亲热了 照理说 傅建军黑灯瞎火这边一搂 陈淑珍拿刀要是捅他 那是轻而易举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 陈淑珍呢 改了主意了 建军 你快跑 从后窗跳出去 陈静吉 要杀了你 啊 为什么呀 就在说话的时候 这傅建军呢 手正好就摸到了陈淑珍的手 就发现他手里 拿着一把刀 这可把傅建军吓了一跳 赶紧就到了窗户边上 就准备跑 陈景吉就守在门口听着呢呀 一听俩人里边支支吾吾 然后 这个傅建军又来了一句 为什么就听见汤汤汤的一阵动静 他发现不对劲了 在外边就喊了一声 陈淑珍 就这么一喊 把陈淑珍吓了一哆嗦 哎呀 这怎么办 一边是我心爱的男人 我对他下不去手啊 另一边是我的丈夫 他是非让我杀了傅建军呢 于是呢 陈淑珍呢 又一次改变主意 上去就拽住了傅建军 那么这傅建军能顺利的逃跑吗 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傅建军打算到窗户那就跳出去了 可这时候啊 陈景吉在外边大喊一声 陈淑珍 陈淑珍一听浑身吓得一哆嗦 一下子上去又给拽住了傅建军 傅建军呢 当时也急了眼了 也慌了神了 把陈淑珍手里这蒙古刀可就夺下来了 连捅了陈淑珍三刀 陈淑珍呢 惨叫一声就倒在地上了 陈景吉在外边听见惨叫声 赶紧开门进屋 见傅建军呢 在那拿着刀子 哎呦 把陈景吉自己啊吓得够呛 陈景吉呢 其实手上也有一把刀 他呀 赶紧也撑出刀来 然后就跟傅建军说 你别过来啊 你别过来 这傅建军呢 因为一看捅了人了 也没有心思再跟陈景吉周旋了 一看陈景吉浑身哆嗦的跟筛糠似的啊 得了吧 于是就跟陈景吉说 你要想让我不杀你 那你也别追我 好的 你可别反悔啊 这陈景吉现在啊 也不想杀傅建军了 他也没工夫看看陈书珍到底怎么样 只要傅建军不统自己 什么都好商量 于是就答应傅建军了 傅建军呢 从窗户那跳出去就跑了 嘿 这俩人呢 是谁也没管陈书珍的死活 陈景吉没拦着傅建军 估摸着傅建军已经跑远了之后 这才敢捏手捏脚的把灯给打开 再看地上的陈书珍吧 早就死了 于是赶紧就报了案了 县公安局的人呢 很快就过来了 陈景吉呢就交代 说我爱人陈书珍 是让傅建军给杀害的 那傅建军呢 哎呀 傅建军呢 当时看我太勇敢了啊 他不敢跟我搏斗 他吓跑了 除此之外 陈景吉可没提自己跟媳妇预谋想杀傅建军的事 接下来 康平县公安局迅速抓捕逃犯 傅建军呢 当时是穿着拖鞋啊 出去之后 着急忙慌的跑到了康平县 张强镇坐了一班早班车 到了张武张武呢又到了通化 从通化又到了中俄边界 在这儿啊 有一个他过去认识的老牧民收留了他 他在这儿呢 一待可就待下来了 警方啊 是苦苦寻找 始终没有查到傅建军的踪迹 转眼到了2004年了 这一年夏天 傅建军感觉风声该过去了 就想着回齐齐哈尔老家 跟妻子孩子团聚 可是一回去 发现妻子啊 已经改嫁了 原来当年妻子 听说傅建军在外边搞女人啊 还一不小心杀了人了 一气之下 也不带孩子 自己就改嫁了 孩子呢 就留给了傅建军的爸妈 傅建军回去之后 得了 也别东奔西跑了 就在老家吧 找了一个 荒坡上 开辟了两百亩地 种点东西 这日子呀 也就算过下来了 2006年秋天的时候 有一次啊 他差点被人认出来是傅建军 于是 这二百亩荒地也不要了 在这之后呢 因为他的大儿子 在大连打工 他就想着 得了吧 我跟儿子一块打工去吧 俩人干的呢 就是那种零散活 有活就干 没活就散啊 整天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 傅建军带着自己的儿子啊 那是吃喝嫖赌 什么都干 这收入啊 全用到挥霍浪费上了 你想这儿子跟着他 还能学得了好啊 警方呢 这么多年 也一直没有放弃找寻他 2013年10月份的时候 康平县公安局啊 通过公安部全国的网上追逃系统就发现 这傅建军的儿子是大连市的赞助人口 于是康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三中队的队长 于洪旭于队就赶紧带着人去了大连 在当地警方配合之下 在那是手朱带兔了三天 终于把傅建军给抓到了 傅建军被抓之后啊 那是如是重负 他交代的时候说了 把我抓了 我也感觉轻松了 十三年了 天天感觉像坐牢 哪怕现在枪毙我 我也得喘口气啊 那么 这傅建军是被抓了 那边陈景吉呢 陈景吉啊 咱们大伙都知道了 胆小怕事 他逼迫自己的妻子杀害情夫 结果没想到妻子反被情夫杀害 又因为胆子小 放走了凶手 他一直是非常的悔恨 可是他不敢表露这些心情 警方曾经呢 也怀疑过他 因为他进屋子的时间太巧了 但是陈景吉人就一口咬定 我呀 晚上回家 发现呢 我媳妇跟别的男人优惠 我可没参与杀人啊 后来傅建军再逃 陈淑珍死了 那这家伙死无对证啊 没办法 警方呢 你也抓不了陈景吉 这事也就只能这样 陈景吉这些年是提心吊胆 他呀 不想着让警察找到傅建军 他怕傅建军被抓住 怕自己因此受到法律制裁 每天就在那演戏呀 怕周围人发现真相 可是演技不行啊 警方还是怀疑他呀 当时媳妇被杀了 自己一点不悲伤 讲述过程的时候吞吞吐吐 后来呀 他八岁的女儿天天跟他要妈妈 可是这陈景吉呢 丝毫不关注傅建军的下落 报完案之后再也没扫听过 没问过 不关注案件的进展 邻居们一问这事 一关心关心他 他都回避 这一系列都证明他很可疑呀 2003年夏天的时候 他呀 为了赶紧从这件事里面摆脱出来 又娶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的姓赵 这赵女士啊 前夫呢 因病去世了 自己带着一个孩子 就嫁给陈景吉了 嫁给陈景吉之后呢 俩人呢 就又生了一个儿子 陈景吉娶了媳妇 那是白酒席 喝喜酒 在喜宴上的时候 大家呢 也都挺纳闷 照理说 娶个媳妇啊 挺高兴的事 可陈景吉喝着喝着 自己可就哭起来了 事情啊 过去了几年了 他呢 也算是儿女双全 天天呢 还是跟往常似的那样上班 感觉挺好 但后来陈景吉说 其实啊 他这心里边是无比的忐忑 就怕傅建军被抓 一旦被抓 自己蓄意谋杀 故意放过凶手的事 这就暴露了 现在的幸福生活 那就没有了呀 傅建军被抓捕之后 警方根据他的口供 还有陈景吉的疑点 于是判断出来 陈景吉这是谋杀未遂 他必须因为蓄意谋杀 而受到法律的严惩 2013年10月10号晚上 民警就找到了陈景吉 去了之后开门见山 陈景吉 傅建军已经被抓到了 请你配合一下 啊 啊 是吗 太好了 哪抓的呀 虽然嘴上这么说着 但民警看出来了 陈景吉的眼神很慌乱 随后啊 陈景吉跟着民警走出家门 民警掏出来手铐 戴上 陈景吉这时候浑身哆嗦呀 在那故意问哪 我 我老婆被杀了 我也是受害人的 抓我干什么呀 陈景吉 你装什么糊涂啊 在审讯室里 民警拿出了当年的物证 也就是那把蒙古刀 陈景吉 这把刀是你的吗 陈景吉一看 可就傻了眼了 他知道赖不过去了 是我的 你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笑话 怎么可能呢 我杀我老婆 你看清楚 到底是谁杀的 是傅建军杀的呀 随后民警 盯着陈景吉的眼睛 杀人方案是你设计的 凶手是你放走的 你想借你老婆的手杀了傅建军 可没想到被傅建军反杀 你呀 恨他们两个人 无论谁死 你都很高兴 你这是借刀杀人 陈景吉在前两次审讯过程之中 还是百般抵赖啊 他把罪责都推给了陈淑珍了 不是我要杀傅建军 是陈淑珍要杀他 陈淑珍 这被他给糟蹋了啊 所以他怀恨在心 到第三次的时候 陈景吉呀 还是老实交代了 他说呀 我是恨他们两个 邻居们都知道这事 我为了男人的面子 他们两个 死哪个我都高兴 最终陈景吉因为蓄意杀人 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同时他也因为之前没有投案自首 并且在审理过程之中拒不认罪 所以他也没有任何能够减轻刑罚的情节 最终一段孽缘把这三个人可全搭进去了 其实啊 还远远不止这些 这两个家庭背后的老人孩子们 在他们这一生之中 还要替他们背负着太多太多 行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